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今天的那卡西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又在那边鬼吼鬼叫的 三位没事吧 永伯 我们 我们很好 不是不是 你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好 一点都不像没事 没人cue还自动进里面卡拉OK的时间了 没错 我们只是太失分了 那卡西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听到大内跟卡鲁这两首歌 我就听不下来了 等一下 你们刚刚唱的几首歌曲 怎么在我的耳朵里面 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难道今天要介绍的是 我们节目点播率超高的 那个超人气乐团吗 大斯高永伯 听我们一人一句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This is how we rock 让听众们好好感受 这个乐团的rock 跟我们今天开头的rock 欢迎来到李明 刚刚在永伯旁边唱歌 Key笑的李明 出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安安 我是演唱银魂剧场版主题曲 Angel Destruction的卡鲁 哈喽 我是演唱排球少年第二季 Woohoo OP I'm a Believer的大内 晚安 我是演唱银魂动画ED Someone is hot的杨子 好的 在杨子弥媚逼迫前辈们 唱歌的图谋之下 我们很开心哦 我不开心 别让永伯不开心 我边讲 对不起 很恐怖的 好了好了 今天的李明娜卡西的这个主题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呼之欲出了 真的 毕竟啊 我很久没写娜卡西了 强势回归的第一篇 他干嘛这样啦 当然就是我的爱团之一 Spya 实不相瞒 我其实一直很想写Spya 但苦无机缘 真的吗 是没有时间吧 没有啦 你们真的是 直到去年底的一个巧合呢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一言以蔽之呢 你就是想罚锄就对了 被发现了 不过Spya 在典唱集出现的几率 真的是高到让本博 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宝贝系统是不是坏掉了 因为他们的歌 真的是太常出现了 到后来啊 连本博都对这个团体略有所知啊 我知道 这个团体的团员有四个人 没错吧 是的 Spya的团员有四个人 主唱EK 吉他手Yuzu 贝斯手Mommy Ken 鼓手Kenta 而这四个人会凑在一起的原因呢 请让我娓娓道来 一开始是EK跟Mommy Ken 是国小同学 他们的关系非常的要好 好的 我没有要cue人 连我都 继续继续 他们的确是好到毕业典礼 两个人在家里面 看小谷本了 对很好 对很好 后来中学的时候呢 两人跟Kenta就一起组成乐团 之后邀请Yuzu加入 我都怀疑 现在的乐团 是不是青梅竹马 已经成为组团的定番员了 可能会有听众怀疑 刚刚大内是不是有自己 偷偷脑补 没有 真的没有 对但是呢 我也可以用人格担保 大内说的都是有凭有据的哦 你确定你有人格吗 有 不要这样子 好 我先放置 我 好 崩溃 我先放置我碎地的玻璃心 继续说 Spire发迹的地点是在鸣鼓屋哦 当时他们就是一群脑袋发热的少年 决定组团就组 决定要去街头演唱就去唱 因此四个人呢 就在鸣鼓屋的街头艺人聚集地 荣广场开始了街头演唱 但是呢 学生乐团一开始的街头演唱 根本不会有人理会 EK说过啊 当时只有两个人停下来听他们唱歌 后来觉得这样不行 所以他们想到一个奇招 就是除了主唱以外的三个人呢 在街头表演的时候 全部戴上防毒面具 来吸引路人的目光 我先用我的人格担保 这绝对不是我脑补 你不要这样子 网络上还有证据 还找得到 对不起 对照片 照片 不过最后坚持下来的呢 只有Mommy K 因为就是还真的蛮丢脸的 原来是友情努力尺利啊 我还以为是友情努力尺利 我也觉得这个Spire啊 除了有想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的高行动力 为了吸引路人的目光 而抛下羞耻心的尺利 也是很强的 很可可 从创谈开始的这股热情呢 我想也是他们坚持了 十几年的动力 好的 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来休息一下 听一首歌曲 请听来自Spire的Firestarter Spire正式出道是2010的时候 如果有在关注日本流行音乐的听众朋友 应该还有印象 那一段期间 日本可以说是寒流当道啊 很多韩国团体都在抢攻日本市场 可是Spire却是反其道而行 跑去抢攻韩国市场哦 是的 2011年对于Spire是个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呢 这一年是他们开始往海外发展 在日本国内的部分 Someway Hot搭配银魂片尾曲的放送 让Spire的知名度呢 更上一层楼 而抢攻韩国市场的部分 Spire选择重新录制 他们在独立制作时期的第一张单曲 Japanication 并且远赴韩国拍摄MV Japanication的MV呢 是他们在韩国街头演唱的 而且据说完全没有say好哦 就直接架音箱 在韩国街头正中央开始唱歌 一开始呢 路人也都是经过看一眼 或是站在远处 看这群人在干嘛 后来才开始慢慢聚集人潮 跟着他们摇摆 Spire也不忘借机宣传自己 趁着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发传单 到后来情况整个大失控 还有警察出来管制那个现场的秩序 等等 那个警察都出来了 MV还继续拍吗 但是我想不管是不是事先say好的 Spire都已经达到 在韩国打开知名度的这个目的了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也说过 因为Spire是从街头演唱发机的 所以非常重视户外演出这个部分 同时也想把音乐传达到其他的国家 而Japanication这首歌的主题 也是扣在无法和他人好好沟通 表达想法的这个无奈之上 所以Spire特别把MV拍摄的地点 选在韩国这个语言不通的国家 将无法和他人互相了解的这个概念 展现出来 MV的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透过Spire的演唱 即使是语言不通的人们 也能够跟他们一同微笑哦 也是因为这两首歌曲 The Spire在海内外的人气都开始上升 那年年底Spire在韩国 开了首次的演唱会 隔年年底又在舞蹈馆举办演唱会 Spire在第一次来台湾表演的时候说过 他们不会在Live House等歌迷来 而是会主动到没有去过的地方表演 让不认识他们的人 有机会接触他们的音乐 对好佛心哦 不是粉丝的我听了都有点鼻酸了耶 在上一段本博也提到 Spire的高行动力 这样的行动力也反映在 Spire到各国推广他们的音乐 因而吸引了一票热情 回馈他们的粉丝 我想乐迷们也是Spire 愿意继续到各国推广音乐 很重要的推手 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 一起欣赏这首Japanication 这个这个我说养子迷妹啊 在开头的时候你有讲到 今天会介绍Spire是一个巧合 那么你的巧合指的是 永波我跟你说 这个迷妹她之前一直在那边哀嚎说 我都没有机会去看Spire的演唱会 直到去年底 她终于去了Spire的Live超胜 回来以后就直接说 啊Spire真的超棒超神 明明那天超冷 但是整个人在现场 感觉都快燃烧起来了 我听到最后都 我实在很想要解除朋友关系 真的 我炫耀 超爱炫耀 真的 没有 好啦对啦 我就是炫耀啦 你看吧 好啦不过呢 我必须说 看Spire的演唱会 我整个人就是一直呈现 这样的状态 这样是怎样 大家看不到好不好 这是广播节目 刚才说的沉默 我还尴尬了一下 不过没关系啦 大家下礼拜可以看测路 好啦 那其实Spire的演唱会步调呢 就是很标准的热血 和缓热血 上半场的热血演出结束后呢 是MC时间 然后四个人就自弹自唱 很像那种校园里 会看到一群好友 坐在走廊上弹吉他的感觉 但是接下来就是 Mommy Ken跟Kenta帅气的 bass跟鼓的solo 从这边开始 就会感受到气氛的转变 再来就是开始 下半场热血的演出 很多人对Spire的印象 就是热血激励人心 本人呢 我在看排球少年的时候 也确实被他们唱的那个OP 再加上自己对剧情的感触 而被打倒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Spire的情歌 也写得相当出色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Why这首歌曲 这首是Spire 地下乐团时期的作品 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 重新翻唱 Spire在还没出道之前 曲风其实比较偏 硬式摇滚 还有乐迷表示听完 只能让专辑头很痛 对 Why这首歌曲 是在赶上春天时 结束的恋情 一开始用鼓演奏 狂野的节奏 在搭上伊凯那时候 有点偏嘶吼的歌声 让人觉得 好像有点突兀 颠覆了大众 对于这种 失恋歌曲的印象 可是听久了 也蛮特别的哦 而这首歌曲 到2012年的时候 整首歌几乎是大变身 因为把鼓的 重节奏都抽掉了 只留下了吉他声 而出道后 伊凯的唱腔 也改变了很多 不再像以前那样 过于用力的嘶吼 反而唱这首歌的时候 有一种轻柔感 本波在听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 好像回忆起 当年那股 酸酸甜甜的青春了呢 哪股呢 真的 不告诉你 是个基欧 好啦 虽然Spaya常常讲述 追求梦想 激励大家 就算看不到明天 也要去寻找 活着的意义 这一类激励人心的歌词 但有时候 这种带点 异色风格的情歌 不只是让人觉得 耳目一新 更能勾起人们 心中那一段 可能被掩埋已久的 青春往事 不要这样说嘛 来讲演嘛 这样讲 对啊 你是怎样啦 好啦 虽然我很想趁机八卦 到底是什么往事 但我想呢 还是听歌比较重要啦 我们就趁永伯跟大内 陷入往事之余 来欣赏这首Spaya 在2012年翻唱的歌曲 Why 听到这里哦 Spaya的活动也宣布暂停 在这一年暂停活动期间 他们发现自己 好像慢慢失去了 组团的初心 EK事后承认 当时一度不想做下去了 对 后来他们想起了 在乐团组成的第一天 曾经说过 要成为日本第一的乐团 于是呢 四个大男生 就决定要去爬富士山 让自己不要忘记 成为日本第一这个目标 然后隔天就冲了 EK呢 也在很多的访谈中有提到 爬上富士山后呢 让四个人体会到 曾经团结一致 完成目标那个单纯初衷 想起这个初衷后 Spaya呢 又开始了重启乐团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个富士山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来 Spaya团圆之间的 羁绊真的是非常的深哦 而正是因为身旁 有这些朝夕相处的伙伴 所以四个人 才会这么胡来吧 对 不然谁会是 今天说去爬山 明天就冲了 或者是放任主唱大大 在live开始之前 到处乱晃 帮staff卖周边 或是混入买周边的队伍之类的 这就是EK的萌点啊 克制哦克制 快结束了 不好意思 加油 不过这次朝圣之后呢 我才体会到Spaya 真的要看现场 才会感受到他们的魅力 上一秒还帅的 让人不要不要的 下一秒MC时间 就变成了居酒屋的大叔 要唱Imagination之前呢 EK问说 可不可以喝一口手摇杯 结果杯子上贴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 下一首歌是Imagination 从这种小小的举动 就可以看得出来 Spaya非常用心 要给粉丝一些小惊喜啊 本博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坚持初心 Spaya能够通过解散的危机 就是他们想起一开始的冲劲 Spaya能够发展得那么成功 并且在许多国家 都有很高的人气 我想是因为他们有着 想做就做的行动力 总是想着如何打破现况 才能让日本以外的乐迷看见他们 我们不仅是现场的 我们的这个李明们疯疯癫癫的 但其实我们真正看到 这个乐团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动 还有鼓舞 好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晚上最后 为大家安排的晚安曲是 Spaya复出后的首张单曲 Rockin Out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动漫我要听 FB粉专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天空部落格 查阅节目的相关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今天的录音花絮 会在下周二上传到YouTube 欢迎大家点阅回顾 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喜怒哀乐 都可以从粉丝专业的关于 找到电波点唱机的表单来投稿哦 同样欢迎来逛逛永博 跟我们各个李明的个人FB专业 来追踪电波李明们的最新动态吧 没错 赶快来按个赞 期待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 还有交流 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 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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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